來帶您看到這位天才小舞者 金龍有位七歲小男童 她叫做林里娜 兩年前開始 每天堅持練習六個小時 不只成為了國內比賽的常勝軍 去年遠赴巴黎 跟世界頂尖小選手對決 更成功的抱回兩個冠軍寶座 連續投轉超高難度的地板動作 她是來自金龍的娜娜林里娜 可別小看她 小小年紀只有七歲 就已經是霹靂舞兒童組世界冠軍 日前她遠赴法國參加比賽 頂尖小選手齊聚 比賽過程相當激烈 先跟烏克蘭小朋友對決 最後娜娜勝出 成功挺進下一輪 再來跟日本小選手決戰 高手過招 兩人都展現超高難度地板動作 最後娜娜連續投轉大風車迎敵 抱回十二歲以下組世界冠軍 娜娜五歲時接觸街舞 每天練習六個小時 別的同學下課出去玩 她都在練舞 但她不怕痛不怕累 征戰各種賽場 已經是國內街舞比賽常勝軍 大多數都在國內冠軍了 跳舞很帥 能擊敗這麼多國家的小朋友很厲害 2024年巴黎奧運把PD5納入比賽 看到娜娜小小年紀就有好成績 爸爸也希望能將她培養成國手及舞者 挑戰奧運成為台灣街舞之光 記得蔡志恒 基隆報道 對一張小小學的心理 有從來 請問一下